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台湾期间人气爆棚 而辉达股价也飙涨 市值最新来到了3.012兆美元 已经超车苹果成为了全球市值第二大公司 而日前引女粉丝的要求黄仁勋在粉丝的胸口上签名的这一幕 也引发了国际轰动 还有外国媒体报道说苹果的执行长库克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待遇 那么至于各界关注AI超级电脑中心会设在台湾的哪里呢 那么黄仁勋在受访的时候他也点出了他的担忧 他认为说电力会是一个挑战 但是他会把超级电脑中心放在正确的位置 我累了啦 略显皮泰说自己真的累了 但面对粉丝拍照依旧来者不拒 黄仁勋6号行程满满满 先到辉达在台北市的内湖办公室处理公务 接着中午二访几天前吃过的古早味怀旧餐厅 随着Computest即将结束 他也透露离台时间 承诺年底前会再来台 对于各县市积极争取的AI超级电脑中心设置位置 黄仁勋反倒点出这样的担忧 AI教父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日前有女粉丝挺胸而出 希望她能在胸口上签名 黄仁勋礼貌微笑 小心地完成粉丝愿望 而这一幕也轰动国际 美国媒体报道 黄仁勋在台湾受到的待遇有如摇滚巨星 过去也没有人为苹果执行长库克挺胸而出 库克不仅人气输黄仁勋 苹果公司的市值也被挥达超越 目前挥达市值来到3.012兆美元超车苹果 正式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公司 不少人更以人来风来形容黄仁勋 刮起的旋风 在杨宗燕王秋明台北报道